這樣就有意義了 這樣就有意義 我從你的長一裡面 然後突然間 應該是說過了五秒以後 我發現你五秒、第六秒、第七秒 跟前面的一二三四五秒 的水平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可以讓你的嘴型 肌肉 就是讓它更強壯 有鍛鍊 來再一次 甚至呢我們在 吹了 像這樣吹長音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讓你的嘴型 讓你的這邊下顎的肌肉 可以更輕鬆地 塑造那個形狀 然後你就咬得更少了 就不會有這種咬的現象 可以把這個C跟La 帶進去 C、C、La 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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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聲音再 揉下來 好 C、La C、La 好,我用一句囉 我吹越小聲 然後我就越控制我的嘴型 就一個O的形狀 為什麼是O呢? 其實目的是要把它撐開 因為吹越小聲我會想要咬越緊 對 可是事實上我們要把它咬緊 就聲音也不好 然後嘴唇也會痛啊 所以越小聲 好像氣越少 可是事實上是氣越細 然後O的感覺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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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欧如智瑞 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es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熱身 OK 那我們就先跳過那個手指練習音階是什麼的 好 我們先進入整個課程的 就是一開始 對 整個課程一開始 整個課程我們是算是說 從音階開始去 等下我們一起練習 我先講過 好 從音階開始去建構 這個整個概念 比如說剛才我們是最巨大調so 那是一朵remi 身方 so 那你可以想像它是so 可是它不是5喔 我們會有直覺它是so 它是5 可是事實上它是so 那它是誰 它是1 ok 那是1 2 3 4 5 6 7的話是身方 那如果換一個調就是 就是另外一個調的指法 好 那我們從三度音建構 i i so la si 我們說這個是i3 可是那再來第二個音是la 我們也是把它la當i 就是i3 la si do si do si do re so si la do si re 好 那這個概念要很清楚 來 我們就這樣 好 之後等一下我們會去講到 我們之前講過那個四個音型 好 我們把音階跑回去 好 再給我練一下 這個音量 是 是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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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來喔 我們盡量讓自己少犯錯 可是速度很慢沒關係 好 所以就這樣喔 每個都做三次 每個都做三次 蛤 等一下 等一下 欸 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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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C Do Re Mi 等一下 这是什么 是Do嘛 对 Do Re Mi Do Mi 然后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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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Do Re Mi Yeah 这个是不是卡在手心 对 我们就变成我要去想 到底是什么阴 对 不然一定都会在固定这个地方错 所以我常常很 觉得很神奇喔 他们那个小号长号 那个不是更困难 那个更困难 对 对他们 所以他们做很多吹嘴的练习 对 然后整个吹嘴的练习 所以就一直在把他那个音阶的概念跟他的嘴型的肌肉去做连结 我觉得那个更抽象 这个我们也还是很抽象啦 但是这个有指 他们那个到底是 那个是不同位置就不同声音对不对 对 是不是 那他们需要发出那个声音吗 嗯 对 不用 可是他们必须要再用嘴唇的震动 就已经去揣摩那个声音 对 所以厉害的小号手 他光是一个吹嘴 甚至不用吹嘴 他就可以这样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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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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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講的是已經高一個八度的 SO跟DO 我在講這個概念 那這個SO跟DO 我接下來要拉嘛 你現在揣摩 我按著DO RE RE DO C 這樣C 就只有 就好像小號的三個 那個指 指法一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 他們就只有三個音 是啊 算是三個手 對啊 手組成的 好你看喔 那拉我用RE來代替 我按著RE 我就可以吹出拉了 我全部靠嘴型 對啊 好 我要吹出手拉C囉 那C可以用誰來吹 C可以用低音的C來 吹出高八度 高兩八度 我吹是C嘛 對 好我要吹C啦 手拉C C C 是喔 他會靠著嘴巴 嘴型 全部都嘴巴 藍藍藍 藍藍藍 還是要搭配指法 嗯 可是你剛剛看到啦 我只有按RE 阿DO C 對 然後我連C 都C啦 手都可以吹出來 因為C 都我要去到 都就是按低音的都 對 他們這樣 真的很耿妙的 對 可是所以 爵士小號手就是薄 是不是 對啊 他們的聲音加進去的味道 就 對啊 本質上就很特別 對 可是要去執行 這個演奏的這個動作 就很有難度 怎麼說 就早音就已經 就已經 你是說要搭配其他 就是反正不好吹啦 那是不好吹的齁 對啦 對 我想說這 到底這樣子 感覺就會很難 不知道要怎麼吹 不過講到這個 真的是很幸運 我們這把樂器 是很幸運的存在 就是 它操作簡單 對 那聲音又好聽 聲音大家不會抗拒 你就唢納啦 可能 葫蘆斯 動消 所以國樂當然在台灣的文化很多啦 對 大家很能夠接受 可是整個世界來講 上司風大家比較不會去抗拒它 對 很能夠接受 對啦 對啊 而且好像很平民化喔 現在好多人在學 對啊 坦白講它不是一個 超級好學的東西 最好學是什麼 鋼琴啊 鋼琴是下去就有聲音了 這個還要再 呃呃呃呃 是喔 可是好像 現在很多人都一直在學這個 上司風 欸 這個是風氣 對 真的 風氣 不然鋼琴 鋼琴 鋼琴可能對某些 可能是族群啦 我在想是不是族群的關係 欸 也都有 像我也學過 可是我真的沒興趣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你看那種刺激性 刺激性好像不夠 哈哈 這個聲音 風氣啦 風氣 所以你看喔 三度陰形 So C Sanfa La Mi So Re Fa 那 Do Mi 的話變成是整個手齒的這種 運作 就變成有點抽象 你要很仔細想 Do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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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原點了 接下來我示範的會比較快 我先把整個課程 整個都還是講過 你先來樂器放下來沒關係 然後我再跟你一起練 然後剛才是三度音型 所以我們就發展出四種練習 一個就是E3 兩個E3 E3 E3 E型 然後3E 3E 然後再來就E3 3E 然後3E E3 這些形狀我們已經開啟了 用形狀來描繪 那個旋律或者是音樂的操作 再把它搭配上和弦 就是兩個三度音堆別 So C C Re 這就是三和弦 像我昨天在魏武營那邊即興 我就搭配了我以前練過的一個句子 比如說G調來講 我就隨意起個頭 這個好像有旋律感喔 於是我就把 用剛才我講的那個三和弦的概念 全部套進去 創造出好聽的旋律 聽起來都是三和弦 對 然後就是一堆三和弦 啪啪啪啪 好像灑花一樣灑下去 可是如果我是吹另外一個調 我一樣可以用類似的音型 然後把其他的調 就是套用在其他的調 我剛才是C R R R 那 我換成L 的這個調 L 這個調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對我來講 那個音型 或者是手型 是一樣的 3 3 3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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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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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做變化 讓我吹出來的聲音 那個色彩是有明暗的 對 很像潑灑不同顏料 好 這個是我們整個課程 一個很前面 應該是說很核心的架構 因為接下來又是七和弦 七和弦就是四個音堆疊起來 對 然後我們從這裡建構起這個叫做什麼 概念之後 才慢慢帶入月理的觀念 對 對 那帶入月理的觀念 變成說 嗯 整個 我們在 好像在描繪線條 然後介紹色彩 然後接著我要告訴你 現在我要畫的是山水畫 還是人物畫 風景山水 人物 甚至抽象的 甚至是樹苗 那 那 如果說用樹苗的筆 我覺得比較像是 就是單獨的 saxophone 對 然後去建構一整個樂曲 嗯 嗯 像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課堂上有介紹到的 Taggy A-train 我把他上面和弦進行都交代完 嗯 二房結束了 第三行 然後接著我就開始即興 就很像樹苗 嗯 我現在是一個單一的 saxophone 可是我 而且都是 吹都是一個音而已 嗯 然後我把整個和弦的架構 那個 描繪出來 OK 那次好像沒有上高 我這次剛好像也沒來 嗯 等一下 你有苦嗎 有 那一次我就沒辦法來 沒關係 我有把這個整個介紹過 嗯 好 接下來我們用鋼琴來 來 來 來表示 好 好 鋼琴 鋼琴 就是很直觀 對 很直觀 那 比如說 Taggy A-train 對 如果 如果 我看這個譜是你的譜 對 那 在這個爵士幾天之記裡面 也有那個C調的樂譜 C調的樂譜 我直接把它翻成C調的樂譜 你的Amaj7就是鋼琴的 D D 對 OK 好 你是吹A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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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小節 回到一集 一集Amaj7 然後你會看到Bm7跟E7 他們是誰啊 有時候我都覺得他們是流氓外來的 鮮雜人 放在這邊合不合你呢 所以Bm7就是二集啊 對 然後E7是誰 E7是Lacido 你也是五集啊 我在第五小節已經經歷過一個二集五集了 我們有講過這個嘛 Framaturman的時候 二集五集 然後很想要接到一集 我已經接 我已經做過這一次這樣的一個動作了 二集五集一集 嗯 好 那為什麼我到 第八小節還要再經歷過一次呢 你猜猜看 為什麼還要再經歷過一次 要接第二 蛤 要接回去Amaj7 對 對 對 好 試一下 好 所以二五一這個概念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是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開頭 嗯 幾乎可以是一切的開頭 然後後來就會變成 超級瑪麗 這個整個 凌直的 沒了 沒了 啊 結束的 對啊 爆掉的時候 怎麼等 好 所以現在你有學這個樂理了 你發現原來它是五集的 它是五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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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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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難過了 嗯 這個 死掉就從來從打就好 那麼難過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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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 重玩就好了 ok 所以 嗯 嗯 二五一 嗯 這個概念先有了 建構起來了 嗯 那我們要回來 回來第二個和弦 第二個 對我們來講 講一個 講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 附屬和弦 嗯 誰是附屬和弦 附屬和弦 你把它想像 嗯 比如說我們玩那個 象棋的時候 有一個國王 嗯 那個 那 西洋棋 喔西洋棋 西洋棋會有國王 嗯 第二大的是誰 我不知道 不會玩 我也不會玩 反正呢 我常常把它比喻成 嗯 總統 副總統 嗯 然後 總經理副總經理 對 可是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組長 我只是一個組長 就是 我是 經理而已 嗯 可是我有秘書 嗯 OK 好 那我只是公司的秘書而已啊 可是我事情做不完 嗯 我請一個助理 對 嘿 我是助理 助理沒錢請人 嗯 但是 助理可以請小幫手啊 對 拜託朋友來當我小幫手 所以 每個人都可以有他的附屬 嗯 OK 當我在提到 二五一 你就知道 這個叫做數和弦 你說二級嗎 你說二級嗎 我會說這個是數和弦 數和弦的概念就會讓你覺得 很想要回來 如果我彈一首歌曲 一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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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很期待 對 對 對 這就是我們說的 數和弦 它應該要 數和弦所在的意義 是為什麼 數和弦所在的意義 就是 你今天你在 參會 遇到了 那麼一個競選總部的 嗯 競選總部的 比如說 周上德 嗯 競選總 服務處的 主任秘書 嘿嘿 你就知道 對啊 周上德沒來 嗯 好 對 你看到主任秘書 你就知道 有一個 有一個主人 有一個 有一個組織 他的老闆是別人 你聽到這個 數和弦 我剛才是這樣子 你聽到這個東西 你就應該要 期待他有一個 他回到了 主 嗯 好 可是我們剛剛講過 每一個和弦 都可以有他的附屬和弦 每一個和弦 所以呢 我現在就示範一個 嗯 很簡單的 也不算很簡單啦 反正就是你看 一集 六集 四五一零 這好像很像什麼名歌什麼的 對不對 嗯 很像以前的台語 國語流行歌曲 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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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啦啦 這好像跟G7樂 沒什麼關聯線 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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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好像有一個爵士的感覺 齁 我現在就是 一集 嗯 嗯 嗯 我要去到六集 我送他一個六集的 秘書 秘書 就是副組和弦 嗯 嗯 嗯 那種整個過程變得有點迂迴 比較迂迴 我把它放在合力的節奏裡面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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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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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2 3 1 3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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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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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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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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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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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等一下 所以我剛是怎樣 而我剛剛所彈的我還有彈一些黑鍵 我彈了一些黑鍵 而這些黑鍵你可以說它就是不屬於 那這是我們視覺上我們這樣分辨 可是我們知道樂理的話我們就知道 那些黑鍵代表的其實就是 強加上去的 在這之間我又給他加了我送他一些 秘書啊助理啊副總經理啊 來裝飾他讓他聽起來 那他聽起來就會有一種 那我就聽起來就是很emotional 就是很新的感覺很年輕的感覺很modern的感覺 對 好了最後來真正modern在這裡 嘿嘿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如果說是在一些舊的歌曲 然後如果要讓他比較不同 比較現代一點就是要加上一些不同的編曲 對 加上一些現在音樂的一些元素進去 對 對 這就是什麼 越來越我的心 嗯 好 不用唱了哈 接着我 大力 是我的 我爱你 你 有点 我心 我 b 這是我用另外一種技術 技巧 voising 这好像在安排了 那 好 我结束这个话题 其实你想的这个 我从 想要以音乐为业的 那个那几年 初级的那几年 甚至到中期 我都一直在撞墙 因为我当然知道啊 大家听到这个就 什么 比如说 祝你幸福 那如果我用这个呢 我把这些东西加上去 对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对啊 有些人可以接受 已经不能接受 因为他们对原来的曲目 印象很深刻 对 已经有一些既有的 所以 我的过来人的经验就是 就是 当我想要 就做这件事情 然后 我真的去执行的时候 对 我所获得的 我所投注的 其实不少 跟创作一首新的曲子差不多 嗯 但是我所获得的回馈呢 还连一半都不到 嗯 这也是 这也是解答的 为什么 那些我心目中觉得很棒的老师 那些绝世乐手 或者是 很厉害的编曲老师 嗯 他们没有要来编以前的曲子 嗯 他们没有要 欸 如果我会绝世乐多好 嗯 我的想法 我就可以呢 祝你幸福 把月亮代表的幸福 把王春宏 变得很绝世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般人 喜欢音乐的 以后 他已经觉醒了 音乐细胞觉醒了以后 对 第一个会去思考的事情 因为他喜欢 可是对于 百分之九十的人 只是说他们应该 会有不同的编曲的方式 嗯 但是不见得是 以绝世乐的一个呈现方法 然后花的时间 一样多 跟创作新曲一样多 会 获得的回馈呢 还是很少 因为 你刚才谈那个 欸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最近 因为刚好在看那个 华登记上 有啊 他们有重新编曲啊 那是阿信唱歌 最想是他们做 他们重新编曲的 因为反 我就反倒觉得 嗯 他没有 他的唱 唱法也 比较不一样 嗯 然后 会让你又好像在 就突然变 你会觉得这首歌 嗯 好好听喔 嗯 很好听 对 但是他改了哪裡 我其实不知道啦 嗯 你刚刚讲到这一个点啊 嗯 其实很复杂 对 音乐的改变 对 只是其中大概 一层两层的 那个 的元素在里面而已 哼哼哼 真正 让我们又重新接受的这个结果 第一个是阿信唱的 对 嗯 阿信还有什么好讲的 欸没有 我一开始觉得还不错 或是因为 我说欸这个 他完全没有 蛤 因为我 可 我不知道他是谁唱的 我一开始不知道是谁唱的 我就觉得 欸 很好听欸 奇怪我怎么会对 很 那么老的歌 还会觉得 他本来就很好听了 可是我会觉得 欸 他又不像老一派的人 在唱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才去看到这个 主唱者才知道是阿信 我说完全不像他的声音 可是好听 因为之前我对他声音 有不好的印象 嗯 因为五韵不全 所以我才会觉得 欸 很好听欸 嗯 那就是编曲的关系吧 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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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法 唱法 对 编曲我刚刚已经讲完了嘛 编曲就是一部分而已 嘿嘿嘿 然后就是唱法 可是大家还是会把整个 成功的因素归咎在音乐很棒 呵呵呵 可是我的感觉是 音乐真的只有占到一部分而已 嘿 然后就是唱法 对唱 然后再也就唱得很知名度 跟他在媒体上面的 那个播送的程度 跟大家的关注度 对 所以这些都不是跟音乐有直接的关联性 但是他的 对 但是他一定都有关联 嗯 嗯 一 應該是说这些 整个 嗯 哦 我看一个 呃 我看 蘇菲马索 嗯 安海色威 嘿嘿 我把他们五官全部拆开来 放到不同的人身上 嘿 我拥有安海色威的眼睛 他拥有安海色威的嘴巴 对 不一定漂亮 对啦 可是安海色威就是一个美丽的形象 对啊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是 内行人外行人的 所看到的不一样 对啊 就是我真的去 关心这个音乐的产业以后 我发现 对我们需要 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 能够成功的发展啊 你必须要整个全新的投入 嗯 然后接着慢慢的 人脉也好 操作模式也好 对啦 全部都起来了 就成功了 嗯 那 反观 外行人 哎 啊 我就喜欢音乐 所以呢 我要从音乐下手 对 于是他就一头栽进去 其实也没办法翻身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以为 全部只有音乐 没有啊 怎么可能只有音乐 对啊 对啊 我 说一个最夸张的例子 我真的觉得有些歌 真的难听要词 对 可是大家都唱 对 我现在就不讲什么歌了 这种的例子很多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媒体一直在播送 嗯 甚至 我根本就不是台语歌曲的族群 对 那 之前我知道一个苹果花 苹果花是 是国语台语 还是日本歌 日本歌 对 最近流行芒果花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欸 芒果花是 另外一个 乔佑唱的 乔佑你知道吗 乔佑不知道 对 对 那我跟你讲 台语歌曲的族群 每个都知道 蛤 真的喔 乔佑唱芒果花 好听 你会不会唱 我想要听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写里面的例子啊 我不是台语族群啊 对 台语歌曲族群 可是我没有再听那些音乐 可是那些族群有 而且他们很多人都已经会唱了 他们不是学音乐他也会唱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是跟音乐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可以跟你讲根本没什么关系 对 好啦 这是我的观点 是媒体的啊 真的 对啊 是人为的操作 是媒体 是对于精神的那种控制 就是人家说的那个叫洗脑 对 哈哈哈 对啊 所以我们学音乐干嘛 我们该去学洗脑的过程啊 要去学那个叫什么 其实有一些其实都是心理学 对啊 对啊 因为影像也是这样子 对啊 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跟他怎么去运作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群众心理的一个观点 然后 让 你如果说把 把这些乐谱持续的放在那个 你每天放 然后你的 你的这一群众心 欸我好像看过这个东西 嗯 好像也会了 其实没有他只是看过 哈哈哈 对啦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啊 嗯 我发现我在教学 对 特别是成年人的教学 团体班的 团体课的 对 我都不能教太深的东西 可是我要演奏得很好 对 然后我也要讲得很漂亮 嗯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会继续想要来上课 嗯 这是我观察到的 嗯 就是 但是 大家来这边做什么 来上语课干嘛 嗯 来感觉他们已经会 哈哈哈 对我这样讲有点粗俗 太太粗暴了 可是 这也是我观察到就是 欸 我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我也是这种感觉啊 对啊 我也不会打高我呼求啊 所以他下次看到 他看到萨克斯巴 就联想到 对啊 对啊 是屠优效益啦 屠优效益 对啊 真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好好聊聊 反正呢 嗯 我们回到一点 回到一点 我觉得 跟人生的哲学比较有关系啦 嗯 我也不敢讲说 我是什么师父还是什么的 可是我 慢慢发现我跟这些 嗯 已经年长者 接触 嗯 我发现有一群人他特别快乐 对 那快乐是我们感觉到的 也许他会说 我没有啊 我没什么 所以我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他们很自在 嗯 对 而且很自在的人 他们能够关注在某一个事情上 嗯 然后很专注 那也很投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没有再去烦恼其他事情 嗯 而其他烦恼事情 他可能也可以透过这件事情 让他们淡化他们 嗯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好像老扣扣的人在聊说 啊 林森其实没什么 嗯 可是我用一个具体化的方式来形容 就是 我觉得我专注在音乐上面 所获得的回报 嗯 如果不考虑经济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对生命来讲是非常有帮助 嗯 真的 是啊 我还是很愿意去学 欸 到底 五月天 他重新诠释的 悠恩代表的心 到底在音乐上 做了什么 改变 对 对 那因为 嗯 我已经投入了音乐 嗯 所以我在研究那些事情上 可能会比较快速 对 那所获得的成就感应比较大 嗯 所以就套一句我 我一个 另外一个阿伯学生讲的 我们慢慢的都要学会独处 哈哈 欸他很夸张欸 他的 什么 小舅子 还是大舅子 太太的亲戚什么的 对 太太的哥哥 就退休了嘛 他买一招游艇在高雄 原本要在安平 对 他觉得反正就考虑结果 他就顺便买一栋 那个大楼在汉神那边 顺便 哈哈哈哈 那 你看 不 精细无语啊 对 可是很无聊 很无聊 是他讲的 很生的 你当时要来讲我 我准备那些啊 你帮我告一遍 我有礼拜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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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在那边的角度去看他 嗯 可是 当事人 他跟我讲的就是 我这个亲戚 真的 是在那里 很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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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啊 发头来好像 很厉害 哈哈哈哈 类似这种情况 对啊 我心里心寒啊 我心一惊 我就觉得 原来他们 我搞不好过得比他们好耶 因为没有学习 没有学习 接触新的东西 他就没有办法抒发 新的东西 对 要新的东西 所以你看哦 我的学生 我接触到音乐的群众 很少有那个 那个金融业的耶 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耶 公务员居多 因为他们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 对 再来就是语文 文化的 愿意的 本来就有兴趣的 去投入的 对对对 很少有金融业 经济的 经济方面 也许就像这位先生一样 在他大半辈子里面 他一直 这是我乱推测的啦 反正呢 他们就是口袋很深 嗯 对啦 新的东西 美好的事物 好像比较少接触 所以结论 我们还是走在一个 我们认为很棒的路上 附属和弦 附属和弦的附属和弦 五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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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级 对 其实都有关联 对不对 有啦 很有 可是要变化很难啊 啊就要练习 对啊 就变成是 我要去知道 他之间的一个关系 怎么去 我那个要反应很快 对啦 要一段时间 不会啦 不是反应很快 真的 你说反应很快我不同意 要一段时间练习 对持续不断的去接触 然后你就会反应很快 因为不熟悉啦 重点是不熟悉 对 因为说 哇你这个反应很快 我太慢了 我觉得这个 有点太 太主观 太负面 我觉得比较有建设性就是真的 你不要放弃 对啊 再继续练习 对啊 没错 哼